哈喽大家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我非常喜欢的品牌Urban Decay 写给大家分享两款风格不同的妆面 Urban Decay作为眼部彩妆专业品牌呢 我觉得对于热爱欧美风妆的姐妹们来说一定很熟悉了吧 那首先是一个偏简单日常的温柔奶茶色妆容 眉毛部分就画自然平质一些 那眼妆部分呢会首先用到Naked Heat这一盘 它整体配色呢是偏橘棕色的 哑光色偏多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这盘非常闪耀的Naked Honey 这个包装真的太美了 眼影的配色呢就非常适合那种闪耀的派对妆容 至于它的粉质显色度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吧 我记得我入了第一盘大盘眼影就是Urban Decay的Naked Tattoo 我刚才用Naked Heat里的一个哑光浅棕色呢 给眼皮打了个底 协调一些消肿的效果 接着用一个暖橘棕色 从睫毛根部逐渐向上晕染 再沾取一个深棕色呢 加深眼尾和双眼皮的位置 然后把眼影交界的位置呢 尽量暈染自然一点 接着用刚刚同样几个颜色呢 也带到下眼瞼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珠光色铺在眼皮的前半部分 看看这粉质真的是绝了好吧 超级细腻 然后呢再把边缘稍暈染一下 然后用一个亮白色 提亮一下脸头跟卧谈的位置 眼影的部分就完成啦 这盘配色真的太实用了 非常适合日常 基本上怎么画都不会出错的那种 眼线部分呢 我用了一个九红色的眼线胶笔 稍微延长一下眼尾 然后就是夹睫毛 我这次还用了一点睫毛打底 然后涂了一个莓果色的睫毛膏 让眼妆看起来更甜美一点 那一个非常温柔 日常可爱的眼妆就完成啦 为了配合眼妆的三号部分 我选的也是亚光的偏橘色 线色 范围可以稍微的大一点 高光依旧用的是我这个糟糠漆 口红呢我会用到 Mindicated这支Raven's Wood 是一个亚光的玫瑰豆沙色 也是非常日常非常温柔的 对黄皮的也很友好 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盘Naked Heat的实用性和可塑性呢 在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浓郁的清幽美风妆容 我把眉毛呢稍微画得更调了一点 还用睫毛打底加强一下毛流感 在刚刚眼妆基础上叠加这两个橘棕色 加深一下眼窝的轮廓 对了它这个影盘里面自带的刷子也很好用 是双头的那一种 就可以刚刚好地卡在眼窝的位置 然后依旧是混合出一个深咖色 再继续加深 让眼妆看起来更有轮廓感 眼头以及下眼瞼的位置呢也要带到 然后呢我用这盘Naked Honey里面的浅黄色呢 暈染一下边缘 让眼妆的边界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死板 再把这个非常闪亮的珠光金黄色铺满在眼皮的前半部分 这个颜色真的是点睛之笔 非常的耀眼 在眼头的位置呢也涂了一点这个闪片 然后再继续加深了一下眼窝 眼影的部分呢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画了一个内眼线以及下眼尾的眼线 再给它稍微晕染一下 眼尾延长出去的部分 我会先用眼线胶笔大概地确定一下位置 再用一个较黑的眼线叶笔呢 准确地画出一个上扬的猫眼眼线 然后在眼角位置稍微画了一下 让眼距看起来窄一点 再刷一下睫毛眼妆呢就差不多啦 因为眼妆部分加深了嘛 所以呢我把修容也相应地加深了一点 然后还叠加了一个金色偏光的高光 口红的部分呢想画得更加浓艳一点 所以用的是这个蓝调的正红色Bed Blood 它的饱和度很高 而且是偏雾眠的所以非常的显白 其实要是搭一个比较淡的眼妆呢 也是非常适合日常通勤的颜色 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那种Bling Bling的唇妆 所以再给大家试一个绝美的镜面唇 21号它是一个偏深的新红色 对了我一定不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Urban Decay的官方海外景点店已经开业了的吧 最近有蛮多福利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官方微博和小红书也有很多活动 大家可以去关注起来 那今天这两款装就分享到这里啦 不知道你是Pick 欧美风还是日常挂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im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